fansupermark.com 在上個星期,環球風險資產遭到明顯拋售 在我們研究範圍內 大部份的股市除了日股之外都錄得較顯著的跌幅 跌幅比較明顯的市場包括新興市場 巴西、印尼及泰國 而跌幅較為輕微的市場分別是澳洲、台灣及新加坡 上個星期有很多負面新聞出現 在歐洲方面,市場傳出 IMF將會停止提供下一筆救援資金給希臘 原因是希臘的滅尺及減債進度差過他們的預期 另一方面,在美國 聯儲局主席白藍克在議息會議後的記者會 表示聯儲局將會在今年年底時 開始減少賣債 希望在明年年中完成整個退出QE的計劃 最快到2015年就加息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很清晰的路線圖 告訴大家聯儲局將會如何退出整個QE的計劃 另一方面,這也是非常積極的退市措施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要想像一下,今年年底去到明年年中 就完成整個退出的QE的規模 我們說的是不單止減少購買 兼且完全退出整個QE的計劃 短短半年內要完成所有東西 其實這是非常激進的手段 亦都是遠超過市場的預期 所以我們看到風險資產經過白銀黑這番言論之後 遭到明顯拋售 都不可以避免 原因是我們經常說在後金融海嘯時期 特別是聯儲局實施QE之後 投資環境已經去到另一個Normal 即是新常態 這個新常態在低息流動性氾濫的環境下 特別是一個open-ended,即是無限量、無限期的流動性氾濫的情況 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個逆轉 當然投資者可能要重新評估一下投資組合 甚至風險資產遭到重新評估 以至無可避免的一件事 就是風險資產可能短期內都會繼續收押 而最後在中國方面 其實在銀行同業拆息 繼續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 我們看到在上星期 銀行隔夜的拆息升到雙位數字的水平 甚至乎產生一個逆向的知識曲線 一個inverted Yield Curve 其實特別是一個inter-band rate 即是一個銀行同業拆息出現 在以往來說都不是那麼常見 只是有一些銀行危機 甚至乎一些信貸的危機 當中之前我們是會見得到的 所以其實出現了這些信號 當然對於內地的股市甚至乎經濟前景 絕對不是一些好的徵兆 但是我們相信在短期內 似乎這個隔夜拆息 或者銀行之間的拆息 其實會繼續高企多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最終能不能夠在一個趨勢性的回落 最終都是取決於銀行的態度 但是我們看看上星期的一些官媒的評論 暫時都看到銀行都沒有一個太大意欲 去作出一個過大的干預 原因就是其實市場上的流動性 其實實體上來說都不算是一個太過偏僅的 原因就是其實如果你看回M2的增長 在今年年初至今 其實保持著都是一個雙位數字的按年增長 而菇媒的一些評論亦都表示著 其實很多企業他們在用很龐大的資金 問題就是他們有少少是不無正業 而將這些資金 甚至銀行都是 將這些資金投放在一個理財產品的投資方面 或者進行一些套式交易 而不是真正流入了實體經濟方面 所以其實都看到銀行的決心是多大 希望透過今次所謂的流動性危機 去整治整個理財業務 甚至乎影子銀行相關業務 又有一個明顯大的整頓 在這個過程下 我們相信就是中小型的企業 融資方面一方面會受到一個困難 第二方面就是一些比較依賴批發市場 去進行融資的一些中小型的銀行 無可避免首當其中受到一個較大的影響 打開市場 在這個過程下 在這個過程下 你們還會受到一個大大小的封面 在這個過程下 都會受到一個大小的封面 讓他們受到一間大小的封面 一半就要受到一個大小的封面 說那是小小的封面 就是有一個大小的封面 就要批發市場